機車考照從6月5號開始 將危險感知影片 納入到考照的筆試考題 公務局是在新增了22部的動畫題庫 模擬不易拍攝的違規情境 也增加複合題型 希望可以經由多元事題 讓考照者未來更有防禦概念 騎乘機車接近路口 突然有汽車出現 此時該如何反應 按下作答鍵 答對才能繼續行駛 這是公路局機車考照 危險感知題庫之一 新增的複合題型 連續答對才算過關 公路局23號在更新題庫 增加動畫影片22部 包含不易拍攝的情境 像是平交道 隧道農務等 透過多元題型 讓考照民眾更貼近道路突發狀況 現行機車考照 需看完五部危險感知影片 答對四題以上 並觀看全部解析影片後 才可以報考 而自六月五號起 危險感知影片也會納入機車筆試考題 不少到家訓班參加訓練的報考者 也都先上網看題庫 熟悉新增的動畫題型 假訓教練分析考照納入危險感知影片 雖然情境屬於模擬 還是對提升安全有一定幫助 但也不諱言要全面提升道路安全 還有交通設施等硬體需要改善 而民眾守法的素養也要建立起來 記者帳林監裁報導 記者帳林監裁報導 教練分析 其他學生的動畫 感谢观看